在汐止区大同路二段同时存在两条甚至有三条水沟 一整排的假水沟放着积水还被乱丢垃圾引发民怨 而师傅也进行了水沟整并工程 今天下午议员白佩儒就前往关心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这是之前会看的情况 立长指责并排了两条水沟说 过了水源路的大同路上都是这样的状况 如果都有流通各有功能也就算了 打开靠近人行道的沟盖一看 上头只有檳榔渣烟地之前还长了杂草 立长直批一整排的假水沟藏物纳垢好困扰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大型机具人员进场 水沟整并工程已经在进行中 在民国九十几年的大同路拓宽的当中 有一个测沟他并没有把它更新 那我们这一次呢 直接在我们大同里的这个测沟的部分 我们把它做全新的扩大又更新 然后帮里面的那个下水道的那个水沟也一起接 希望能够给我们大同里一个好的干净的 以及没有错位的一个环境 因为在大同里跟里门里这一段 因为三条水沟的状况 所以目前呢我们将它整并成一条的测沟啦 然后未来的水沟盖呢也会跟这个路面来齐平 用新式的水沟盖来处理 然后未来整个路面做好之后呢 会更平坦然后走起来也会更顺 这几天动工五号校 一元白佩如又前往关心施工状况好进度 主要是因为细致大同路二段 十几年前进行了拓宽工程 不过原有的水沟并没有跟着移 包括大同里里门里都是类似状况 甚至还出现三条水沟并存的怪现象 水没有流通罚出恶臭 尤其人行道上的水沟靠近店家民宅 味道难闻民众受不了 所以这次也要求一并改善 那因为里长有在反映说 就人行道里面的那个水沟呢 它还没有接到这个测沟 那养工处也会在 近期内呢将这个人行道下面的这个 这条水沟也会进去测沟啦 让整个住家这边附近的环境可以更好 因为现在目前的状况都会很臭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大同里或是里门里 这个路段的这个测沟呢 工程能够透过改善 可以整个环境更好 三条水沟并成一条40天的工期 预计大同路二段水沟整并工程 7月底会完成 让周边整体环境会更好 就成惠丽一气质采访不到